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這像肉粥店嗎 這不是吧 肉粥店通常都不是 就是一個小攤車 然後在騎樓邊嗎 對啊 所以這才特別啊 就是因為你看 就看不出來一次肉粥店 但是它賣的就是台灣的小吃 你不覺得看起來很像什麼青食啊 或者是什麼異國料理之類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肉粥而且小菜有這麼多的 有什麼叫必點的嗎 必點 肉粥啊 好 那我們就肉粥一份 謝謝 你看這個地方這麼有氣氛 人家還以為是網美在海店 結果我們竟然是來吃台式肉粥 來試試看 而且你看它不像是一般的那種粥 它都會煮得綿綿的 它這個其實是在最後 因為它本來是高湯跟米飯 是分開來的 然後是你點完之後它拌炒 所以它看起來還是看得到 那個飯粒的顆粒感 但我覺得老闆很大方是 一般我們吃肉粥啊 你頂多就是會看到一些筍絲 這樣子切嘛 這些OK 正常 但這邊給你這麼多之外 外面的肉粥有肉這個汁 但是都是碎肉末 你看這邊的肉 肉粥 這個店小餐這麼多啦 太多了吧 吃不完 你看 滿滿的真材實料 光這一碗粥你就知道 它那個誠意是滿滿的啦 光這個湯頭的顏色你就知道 絕對是有下功夫繼續煮 我最喜歡這種口感 咬下去之後除了有一點口感之外 還會有那種桑桑的感覺 重點是它的湯頭的那個 油蔥的味道跟干貝海鮮豬 是真的很濃啦 這次都不用疊小菜配 直接吃這一碗就夠了 而且來這邊啊 除了吃那個肉粥以外 它還有很多很厲害的喔 像這個 骨皮辣椒雞湯 這也是很厲害的 你看這整個肉塊這麼多料 有香菇 然後菇薇 整條給你這樣加下去 這個老闆那個用料 實在是很大方 不要說骨皮辣椒雞湯了 它這邊還有這種湯 我也是嚇到了 我這個是酒家菜才會有的啦 傳統的油蔭雷肉蒜 你看它這個真的 你看 它這真的是給真材實料 不是那種小小顆的 或是在給你切對半的 完完整整一顆啦 就看到它這裡真的太享受了吧 而且我跟你講喔 老闆除了湯品很厲害之外 它這些小菜也是非常非常厲害 像這個肉捲 就是來這裡的人必點的 它那個肉汁的鮮甜味 在你咬下去的時候 會整個在你嘴巴裡面散開來 而且它整個沒有被油炸味給蓋過去 它保養它原來該要有的甜味 跟鮮甜味 因為外面這個豆皮炸得很酥脆 咬下去的時候像你講 沒有油耗味之外 有種酥脆的感覺 然後搭配這個蝦子的味道 這時候再來一口粥 絕配 而且來到肉酥脆店 我自己的習慣就是會丟這種 肉捲啊 鮮甜味啊 然後再加一個胡燒肉 幾乎都是必點的啦 三層... 完完整整 然後外面的粉啊 滷個這樣薄粉薄粉的 好吃耶 因為紅燒肉一般要吃就用紅橘嘛 但是有時候你吃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只吃得當那種 炸過的油脂味 但這個它紅燒的味道好濃 你不要看它這樣子顏色淡淡的 其實它這個紅燒的味道 非常的濃啊 好吃 像配桌剛剛好 好 來了 台中國家歌劇怎麼樣 你要唱歌劇啦 我們來這裡卻一個 最美之鮮的喜好聽 不好意思 妳是有開關的 妳知道誰是 我們說我們要來這裡吃一個 最美最鮮的仙草壁 仙草壁 再歌劇裡面 Baseport在歌劇裡面 有一個最美最鮮的仙草壁 走... 今天這裡有一個 好 來到這裡 這邊有一種感覺 它有異質感 它是... 它是一台機器的 一種敬畏 對 它不是要拍我們嗎 這就是一種感覺 一種意境 一來到歌劇圓 這種一種藝術的感覺 一個設計感 是 我跟妳講 人家賣到這裡的仙草 也不簡單嘛 對啊 仙草怎麼會在歌劇裡面賣呢 很酷耶 它是紅到進來歌劇賣 它不是來歌劇裡面賣的 是嗎 對啊 你看 這個... 不好意思 這就是仙草嗎 仙草在哪裡 在裡面 全部都是 妳說這裡全部都是 對 這是仙草 對 我們的冰就是仙草 對 我們就是仙草冰 我跟你說它在來這裡之前 它剛創業的時候 它一天只賣出5萬 因為它太真材實料了 所以很多人就會覺得吃起來 味道跟以前的習慣不太一樣 它吃不慣這種仙草的甘苦味 可是久而久之到 它會發現這可能真正仙草 大家有沒有聽到 因為大家吃下去一定就會想說 這一般印象那種唐家很多 太甜了吧 對 但是都會忽略它真正的感覺 就像愛情一樣 永遠都是甜蜜蜜 有時候會有一些酸 有一些甜 我想起來這樣 你是不是講那些小白天的呢 對 失戀不可遲了好不好 沒事了 下一個位置就好 你擔心嗎 不如你們今天去聊一下 資訊的問題 OK 好 OK 我們視頻 太大聲了 我真的太大聲了 然後我剛剛聽到一個回音 不好意思... 我偏粗入... 趕快試試看他們這個啦 我現在這個是他們的招牌人 其實玉泥口味 他說仔細看他會有點微微的坎西 他應該是說 他那個坎西不是說真的像 起司那樣拉起來 對... 他是說 他是那種微微的 綿綿 黏黏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還看得到仙草凍本身 他本人在那裡 對啊 接下來我這個就是歌劇院這邊 對 你看 這邊限定的口味 有沒有 備茶的 下面這個是備茶的冰淇淋 撒上了一些有沒有看到 像是咪香的東西 接著就是甜起司醬 這邊是抹茶醬 搭配他們這些都是純手工的東西 像是這個地瓜圓 芋圓 甚至紫米還有珍珠 相當棒的一個套餐喔 謝謝大家 好吃 好吃 你還沒吃嗎 好吃喔 好 感性的這個 甜起司醬 它這個甜起司醬 剛剛我這樣搭配這個 仙草兵吃下去的時候 你會覺得它有一點像是 煉乳那種鮮奶油的那種感覺 味道比較明顯比較重 但是你在單吃它的時候 就真的會有一點像是 起司的鹹味 吃在裡面的時候 你就有鮮草的香味 然後這是又跑來一點點那種 有點稠度的那種甜起司醬 那種鹹香味 甚至淡淡的奶香味 吃下去的時候 就好像我在吃那種 鮮草凍的像鮮奶油 但還把它煮成冰磚的感覺 非常的香 它這個手工的地瓜圓 芋圓一定要吃 我剛剛吃那個 它的甜味是地瓜裡面 本身就帶出來的甜味 它不是用糖漬的 所以它的嚼勁非常夠 非常明顯 因為這尺寸其實算大耶 一般在外面看到 可能它是1 2分之1 但它這邊就1顆就是這麼大 它的抹茶就比較是那種 抹茶最後的餘韻 就是會有一點苦香味的那種感覺 但是這樣結合在一起之後 反正你吃 你就會覺得這個冰是有層次的 不是一味的死甜 讓你覺得越吃越口渴 而且我跟你講 你不會覺得我們吃了那麼久 這個冰還是 屹立不咬 等一下 怎麼說屹立不咬 直挺挺的在那裡 因為通常我們吃冰 它就化掉 可是它不容易化掉 就是因為它真的是 用手工熬煮出來 它沒有加什麼化學的東西 就是它有膠質 所以它反而就是不會像一般冰 在常溫下 它就很好 而且我這邊瓦起來 它真的有一絲一絲的耶 我們剛剛都誤會它了 你看這邊 有嗎 真的有一絲一絲的 對啊 這會黏在一起的 對啊 我咬到了 我咬到了 這個仙草丼 它是有一點綿綿軟軟的 然後帶一點點小Q彈的口感 這個就是仙草了 應該說來這邊啊 因為吃這個的話 如果大家真的想要挑戰一下 就是真的純正的仙草 就把它喝這個仙草汁 不是算仙草汁嗎 仙草茶啊 仙草茶啊 仙草汁買來聽的 應該就是最可以馬上喝出那種感覺 而且在這裡面啊 它除了是滿滿原汁原味的 仙草汁之外 裡面還有仙草豆 我懂你剛剛講 那個滿滿膠質了 因為它吃下去的時候 它真的就不像一般果凍啊 或者是一些吃起來的時候 你覺得它咬起來的口感 是那麼樣的Q 它反而是會有一點 像是你在手搓那個真的愛玉的時候 在搓的過程中 搓出來的那種感覺 它像是有形 但是你吃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那種 膠質的稠度 也不能講稠度 稠度怕大家會誤會 可是它咬起來的口感就是 滿有瓶頸 滿有瓶頸 真的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但是你來吃 你就會發現很明顯的不一樣 恭喜恭喜啦 食尚玩家Youtube頻道 訂閱破50萬啦 謝謝各位觀眾的支持 接下來 食尚玩家會不定時的 舉辦回饋粉絲的火到盒 要持續鎖定 食尚玩家Youtube頻道 才不會錯過 還沒有訂閱朋友 趕快訂閱起來 還有更多精采的介紹 好多精采的 食尚玩家